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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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以後我面對我的小孩的時候 他如果只是要去開計程車 他告訴我說媽我要去開計程車 很快樂 但我覺得我很快樂 我會用這種很極端的方式來告訴自己 訓練自己 你會不會因為他的快樂 成全讓他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現在一直在用這種方式來訓練自己 讓我自己可以接受 不管他做什麼事情 只要小孩子快樂 平安 健康 那就好了 他快樂就好了 他可以去創造他自己的人生 各位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愛會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是《紅城驛站》 邀請到戲中這一對夫妻 首先要歡迎的是陳仙梅 主持人 全身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吳霖珊 妳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霖珊跟您溫安 好 我們這一集來談一談 父母要學習放手 放手 我覺得自己已經是爸爸的人 孩子從這樣子小小什麼都還不會的時候 拉寶到現在應該大的是幾年級 六年級 六年級 其實很多事情你會試著要讓他自己去承擔對不對 對 你有沒有什麼樣子的體會說 曾經以前你要幫他做得好好的 可是要訓練他自己能夠獨當一面 我跟我太太在結婚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 就是把如何教育小孩這個課題 先講好了嗎 對 就已經 先討論 對 先討論過 然後就做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是可以 就是身體去例行 我記得有一次我的小孩大概兩歲多 就剛剛會走路 就是走路還走得不穩 但是已經會走了 這樣我們就在路上在那個公園 然後就讓小孩去走走 然後他就摔倒了 摔倒了之後 要服不要服這件事情 對 我們就沒有 我跟我太太事實上就有公式 我們就只早就會看一眼 好 讓他自己爬起來這樣子 然後就是讓他自己爬的過程當中 突然有一個媽媽 他很有愛心 我必須要說他是一個 很有愛心的媽媽 他一看到我們 不管我們的小孩子 誤會了嗎 對 讓他自己爬起來 他到最後看不下去了衝過去 然後拉我小孩一把 事實上我們不是那種 不教小孩理解 或者是不教小孩禮貌那種父母 我們是希望說給他有這個機會 能夠自己去解決問題 我們是想要的 想要傳達給小孩 是這樣的一個觀念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的小孩有很多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希望他自己去做 比如說你自己洗完可不可以 老大會自己洗完 當然小的我們還不會 就是我們有很多事情 我們是希望他可以自己去完成 然後他完成了我會鼓勵他 不是任何物質的鼓勵 我會說哇你很棒 你跟爸爸一樣 就自己洗完 不需要去麻煩人家 類似等等 讓他覺得他精神是被鼓舞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孩子他會接受到他自己必須要 在此時這個年紀這個能力 應該要擔當事情 他會一件一件的去建立起來 而且不需要父母用任何的獎勵來交換 因為它是一個養成的一個過程 對不對 那其實先沒 因為我們自己都沒有小孩子 要講到這個孩子教育 就顯得有一點點的心虛了 但是我們回到自己是小孩的過程當中 媽媽對你有沒有曾經說 這你就要自己處理 那個放手的過程 你自己有沒有深刻的體驗過 其實我家裡就是爸爸跟媽媽 是個兩派做法 就是一個是希望你們自己獨立 去完成很多的事情 那是爸爸 那我媽媽就是不要 就是我都幫你做好 不管什麼事情 所以變成 可是家裡用媽媽講話比較大聲 就很多事情真的家裡都幫我們 照顧得很好 就算跌倒了也有人浮起來 甚至還沒碰到那個洞 他也是就是已經先跟你智慧了 讓你別去受那個冤枉路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常常會跟我媽講很多的一個觀念就是 媽你應該放手 其實我了解你對我的愛 那個很濃烈的愛 基於保護我們 愛我們 但是 可是我會因為這樣子在我的成長路途上 我現在在外面工作了 可是我的勇氣是不足的 有很多的經驗你沒有體驗過 對我沒有 就是經驗相對於別人我少很多 然後其實這會影響到我的待人處事 還有我的就生活上很多方面 在面對很多不同的人際關係的時候 會碰到一些困難 那也不是說責怪父母 長大你會了解 那是媽媽的心 愛你的一個心意就對了 所以當我跟媽媽在溝通 溝通這個觀念的時候 媽媽可能會覺得說 待你自己做老婆你就知道了 你現在來跟我說 現在你不用跟我說那麼多 你做伯母 你教你做阿嬤也一樣 還是一樣 我也是沒辦法放在路線 會幫你當成小孩一樣 對 所以我都會很理智 我說不會 我哪一天有了小孩 他們跌倒 我讓他跌倒 就像跟你的做法一樣 我會看著他跌倒 然後在旁邊鼓勵他 來 自己勇敢一點 站起來 拍拍腿 不要哭 我會在旁邊陪伴 我覺得就像 就像劇中我覺得 上人講的很有道理 就是父母對於小孩 其實他只有義務 與陪伴 我覺得這句話非常好 對 我發現我們有時候 會看到有些父母啊 比孩子失控 所謂的失控就是說 可能面對一些問題的時候 孩子會覺得 還好啊 我可以承擔 我可以面對 反而是父母親 擔心的事情跟層面 是超乎孩子的一個想像 沒錯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劇中的這個惠吟 這個時候就發現說 母親啦 似乎比這個孩子 在這方面的認知 失控一些些 然後就好像很不願意放手 你在演這個惠吟師姐的 這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沒有聽上人的法 可是在真正面對自己的孩子的時候 他還是有一些些 像天秤一樣在掙扎 後來你覺得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關鍵 讓他可以願意讓孩子出門去 我覺得真的 就是很多時候道理說說說 但是真的要親身做到 那是非常難的 你要真的把一個道理 完完整整的去實踐它很難 所以我覺得師姐在 戲裡面我看到的是 就是他知道 他非常清楚 他非常了解 可是今天我走到這個階段 人生這個階段 我面對我的小孩的時候 我就是要他好 我以我過來的經驗 我知道他會碰到什麼困難 他現在去北部讀書 他可能會有很多的危險 他可能會有很多的狀況 我明明知道 那法是法 道理是道理 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是 兩個在那邊碰撞 兩個在那邊掙扎 我真的應該要 相信法 對 然後放下心嗎 對 我覺得那個掙扎 那個糾結是有的 不過當孩子啊 他的一個想要走的路 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時候 你會在乎他快不快樂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慧音師姐在裡面 我覺得他比較沒有考慮太多情緒的 就是小孩子的情緒 問題 我父母也是比較這樣子 因為他們會以他們的過來 過來人的經驗 對 來告訴自己 我應該要你們怎麼做 這樣就對了 對 就是一個掌控 不要說掌控就是一個建議 我覺得這個路是這樣走 我明明知道 就是我的經驗法則嘛 路是這樣走是對的 你不要走那一條路 強烈的建議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如果都是用這種的方法 其實 其實會讓我們覺得很辛苦 有時候我真的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 我知道我有 我人生走過來很多的經驗 對 但是當以後面對我的小孩的時候 我小孩子他今天 他如果只是要去開計程車 他告訴我說 媽 我要去開計程車 很快樂 但我覺得我很快樂 我會用這種很極端的方式來告訴自己 訓練自己 你會不會因為他的快樂 成全讓他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現在一直在用這種方式來訓練自己 讓我自己可以接受 不管他做什麼事情 你都要告訴自己 只要小孩子快樂 平安 健康 那就好了 他快樂就好了 他可以去創造他自己的人生 他有自己他的人生 要揮灑的一個色彩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這個戲當中 看到德明師兄 看到慧音師姐 其實對於孩子的一個教育 其實雖然有一點點 態度上面有一些不同 但是其實那個方向的祝福 還有這個引導其實是一致的 那當然囉 親子之間的關係 還是一個寫不完的習題喔 到底這個功課要怎麼寫呢 請大家明天繼續收看我們的大愛劇場 紅塵驛站 也感恩兩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回客室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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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見